因为像我那时候 我因为是高龄产妇 然后那因为我自己又有气喘病 快八个月的时候 我的小 我女儿的胎位突然变了 所以变了医生就说 没得搞 就是要剖腹 而且她说满九个月 头两天就一定要剖 她说因为她是头做的 她是做的 她怕到时候 我的身体的关系 然后跟她的一个动作或是什么 怕会有紧急产的问题 那偏偏好巧不巧 我们一个远房亲戚 大概找我半年生小孩 然后她的整个生产过程 就很不顺 因为她是先自然产 然后不晓得为什么 打无痛分娩还是什么东西 然后就是痛到她没有知觉 所以她完全没有自己出力 去生产的那个状况 然后就紧急又剖腹 然后剖腹了之后 大概可能有挤压到或是什么 结果她尿管戳了 大概一个多礼拜 就生完之后戳了一个多礼拜 就搞得我很害怕 然后她就一直跟我说 我跟你讲那个麻醉 好痛 她就一直说好痛 我说麻醉怎么会痛 麻醉应该是打完就不痛 她说没有 很痛很不舒服 搞得我就很紧张 然后后来我的表哥就说 我跟你讲 这个不是办法 那反正你在这个 因为我订好了一个医院 那我的医生 都是很专业 然后我表哥就说 我帮你联络看看 那个医院里面的院长 然后看看院长能不能派 一个好一点的麻醉师 来辅助我 然后刚好我那一年 生我女儿的时候 那个医院的院长 就是麻醉医师 他自己就是麻醉医师出来的 那后来结果那一天 我要剖腹的那一天 院长亲自来帮我麻醉 然后我本来想说 不好意思麻烦他 但是因为他都下来了 然后我就很客气 我就说会不会很痛 因为我有亲戚说 打那个脊椎的那个半身麻醉 会很痛 他就说不会 会比你刚刚 因为我早上戳那个血管的时候 就失败 我整个手肿得跟包子一样 我就很紧张 然后他就说 会比你刚刚那个还不痛 就这样最好是 打脊椎怎么可能比血管还不痛 结果后来他就说 那你趴着弯腰 然后这样 然后我就只觉得 有一个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我以为 他只是要放东西 然后准备瞄准之类 然后他就说好了 然后我说什么 好了 技术好到这样 对 然后他就说好了 然后那旁边的护士还说 有没有 是不是比你手还不痛 我去咬 手刚刚就是你打的 他就说 真的很厉害吧 我们院长真的很厉害 然后我就很安心 然后就果然 我整个产层 剖腹什么都很OK 最厉害的是 不但没有痛的感觉 第二天我的手术恢复 我第二天就下床 然后我就自己在那边 对 我自己就下床 上厕所什么的 然后隔壁房间的人 看到我 因为还要出去 热吃的东西什么 他就想说 你快出院了 然后 因为伙父要七天 才出院 然后我就说 没有啊 我昨天生完的 然后那个 旁边的阿桑 就说 那我哭你 还是觉得 那怎么可能 可是我就整个 那个产层的过程 因为有好的医生 我觉得让我麻醉不痛 那我伤口就恢复得很好 因为后来的止痛啊什么 他都有教我技巧 而且他后来跟我讲一个 我不知道逻辑 他就一直打完了脊椎以后 就跟我说 我跟你讲 你等生完小朋友之后 不要投降用力起来 他说你只可以左右 然后等到半天之后 你再去用脊椎用力 他说不然你会头痛 然后后来问我那个亲戚 我那个亲戚说 他头痛了痛了三四天 他说就是整个 对 对 因为他其实 那个脊椎麻醉的时候 如果是打完之后 有些人说是 脊椎一漏 他是怕 脊椎漏的状况下 才会就是头痛 那一半当然是会请你们先 刚打完麻醉先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 不要就是太快起来动 或什么 像那情况 恢复得蛮好的吗 对 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子 体质很好 完全跟体质 因为 最好 你要直击到那个脊椎的腔势的时候 完全看你的身材 像我们这个胖子的话就很惨 而且他的身材 可是他孕妇也很胖 你弯在那边他说 再弯一点 肚子再缩一点 缩缩缩缩 可是孕妇本来就应该 孕妇就不好了 但是他的后面应该 不像我们后面很多肉 所以你要摸到脊椎 找到地方 你后面是瘦比较好找 对 有可能 完全跟体质 可是他刚刚讲都是院长来打 你为什么 因为感觉上院长应该很少出来 院长公务繁忙 所以刚开始我也跟袁医师想的一样 他话中有话 就是院长可能很久没打 对 所以刚开始我想说 不用到院长吧 你派一个你觉得很厉害的 就来就可以 结果他亲自来 我刚开始也是有点紧张 其实有些院里面 麻醉护理师反而打得更多 对 我知道 他们更厉害 他们有时候准备好的时候 都很OK的 我觉得我们女孩子生产的时候 瀑布产的时候 那个麻醉真的很重要 因为我也是瀑布 然后我也是隔天 一早就下床 然后我在刷牙的时候 我的主治医师来寻访 他说你起来了 他说 对 然后没有什么 特别的那个副作用 然后也没有不舒服 而且在过程当中那个 我不确定他是麻醉医师 还是麻醉护理师 反正他给我很安心的感觉 他就跟我讲说 你不要怕会痛 如果真的不够 我随时帮你加药 我觉得有这句话就可以很安心 我以前在当总医师的时候 然后就一个病人要来开刀 他就指定说 我要给副院长开刀 他可能都已经联络好了 他的认识之类的这样子 那其实我们副院长 他其实开 从头刀是非常厉害的 他就是很资深 他其实经验很丰富这样子 对啊 那可是因为副腔镜手术 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出来 所以他就比较不熟 然后就有一次副院长就说 那总医师来 我带你去开刀 我教你怎么开 好 副院长要教我们开刀 结果一看 就是一进到手术室 然后发现怎么副院长画了一个 然后把副腔镜架上去 拍个照 给副腔镜移开 继续看他传统刀 但是其实手术 当然还是很顺利地开完了 对 但是就是 病人就多了一个大伤口 而不是副腔镜的小伤口 但是因为病人自己指定说 要给副院长开刀 然后他也是很顺利开完 他也认了 指定就算了 还带你主做一个事吧 对 他也没办法 他也没办法 他也没照 对 但是就是因为 还是很顺利地开完了 所以病人就是 也是蛮顺利的 对啊 但是一定要指定副院长急 那就也不一定了 因为很多新的技术什么的 当然是新来的技术 是年轻医师可能就是 接触比较多 还是比较熟悉 可是因为我是在急诊 我们急诊其实常常会有一些 紧急的状况 你是需要立刻开刀 所以其实在排班上面一定是 我今天有一些紧急刀 一定有紧急的医师 可以让我们会诊 当下可以做紧急处置 那他就有几个要件 第一个是这个医师要随时扣到人 那他今天排直班 一定就是在院子班 对 第二个就是随时有刀房 让他去使用 所以当遇到一些紧急要手术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可以很明确地 我就会诊某个医师 就可以帮这个病人进行处置 所以我们真的很怕 家属要来指定医师开刀的 我曾经有遇过一个20岁的年轻人 他就骑机车发生车祸 我们的小腿有两根骨头 他两根骨头 因为那个一个扭力 两根都断掉了 那他就非常的痛 因为其实有点点变形了 那我们当然 其实遇到这样子的病人 处置的过程就非常明确 我们就是给他做一般的检查之后 会诊的骨科医师 其实就安排手术 就要进刀房 那事实上因为他年轻 所以我们等家属来 那后来我们一直在等妈妈 好不容易妈妈 来到了急诊的现场 其实他看了一眼他儿子之后 就问我们说 医生我们请问一下就是 等一下是骨科医师开刀吗 我说对 请问一下是哪一位医师 那我们就跟他说了 一个医师的名字之后 他妈妈就脸色大变 他说 为什么是这个医师 而不是多多医师 我们用化名 多多就是病人多多的意思 我是你们医院的老病患 其实我知道你们骨科医师 谁的门诊数最多 谁的病人 那个门诊的人数很少 很快就看完了 对 少少医师 对 就是少少医师 你为什么给少少医师开 而不是找这个多多医师开 那我们当然跟他解释 今天其实是少少医师 他说 你们是不是因为少少医师 业绩很少 所以就是我们这种办法 把他删给我们 你一状况的时候 你们就请少少医师 帮我们开刀 而不是找这个多多医师 然后他就很坚持 所以我们就打电话 给那个多多医师 拜托 因为妈妈真的 非这个多多医师 对 不开 所以我们只好去打电话 拜托这个多多医师 就跟多多医师说 现在就是有个病人 真的是慕名的名而来 希望让你开刀这样 后来多多医师也是心疼 这个年轻人骨折 就答应了 可是他说 可是就是 因为我现在在门诊 而且 我的 我在两天后才能 去使用这个刀 所以如果真的 要让我开的话 可能只能先帮他安排住院 然后我两天后才能帮他 动到这个手术 后来我们跟妈妈解释了 妈妈说没关系 就是我们就是要 给多多医师开这样子 那个病人就在 我现在很疼痛 妈妈也说 没关系 就给他止痛就好 我们就是要给多多多医师开 后来 我们就帮这个病人 办住院 就看着他的儿子 边疼痛边流下眼泪 然后就推到病房去了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 有时候在急诊 我们当然不希望 有指定医师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 我们现在 有一些紧急关键需要处理 其实已经有 排定了一些手术的医师 还有他可以 使用到访的时间 其实为了病人的权力 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排班 来处理会比较好 但这两天会不会又长得漏合不一样 其实有时候有一些手术 它真的也 当然也不是说 真的急到当下得马上开 但是事实上 可以放两天 如果至少如果是 你能尽早手术也是会比较好的 别忘了订阅我们YouTube频道 并按下铃铛 收看我们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吗 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